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 我觉得咱们之前的工作 可能太激进了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 急于抓武装搞暴动 这方面我的工作也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 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 目前咱们的工作应该到农村去 发动群众发展我们的组织 慢慢积蓄革命的力量 不 我不算动 人家同志 是 常人家 对吗 同志们 我们忍耐了太久太久了 试想一下二七年 如果不是我们伸着脖子 等待着蒋介石背叛革命 大革命会失败吗 结果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 要倒数都没错 不是 发动群众 发展组织 当然没错 但是如何发动 同志们 没有什么能够比一次 光彩夺目的武装起义的胜利 来发动群众 更加净乱人心的 这话说得对 虽然咱们党 已经在农村秘密活动了几年时间 但是根据我的走访调查 其实广大的群众对咱们党的性质 宗旨和任务并不了解 所以这个时候发动革命起义呢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群众还是不了解呢 同志们 你们也许不知道 被封建主义压迫了几千年的 劳苦大众的心底 有多么巨大的革命热情 看看外面 看看 天空上布满了洞云 大地上全是干柴 他们在等待着 等待着上天 掉下了一个祸中 十月革命用了多久 不就是一声炮响 事实上 大革命失败之后 我当时重新开始工作 群众的革命热情显得很高涨 反动派内部 矛盾重重 我当认为 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实际 已经成熟了 我刚从苏联回来 这也是共产构级的意见 不搞的道理 应该在商量商量有点糊涂 这应该是 这不是这些事吗 你们都不可能情人吗 还有联系的革命热情 没错 我有不同意见 每次的冒进 都对我党造成重大牺牲 革命 不是一朝一夕的 没错 人家同志 为什么要畏惧牺牲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站在档期底下宣过室 为了等待这一天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不是吗 有情况可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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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 呼送特派员转移 快走 常人节 这怎么 就你一个人哪 不是应该有好多人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见你一面可真不如药 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 怎么不说话呢 你见着我应该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吧 你行 你行啊 不说话是吗 跟我来不说话那一套是吗 我今天你平常仅能说的呀 怎么见着我就没话了呢 我现在就像一枪崩了你 但是你放心 你 我呢不能那么干 那么干太便宜你了 韩副局 韩主席还在侯家大院等着你呢 你行啊 最好一直别说话啊 啊 把他绑起来 准备送济南去 好 让手 走 韩副局对共产党一直心恩手辣 凡是被他抓住的 都会送到济南回家大院墙壁 而且听说这个麻仙军 也要把任杰同志送到济南去 他们的路线定了吗 我们就在半路营救他 绝不能让任杰同志 落到韩副局的手里 我听说负责押送任杰同志的 叫周文昭 说起周文昭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也许他会帮我们营救任杰同志 谁 我觉得县长必须得子龙大哥当 对不对 对对对 子龙大哥当 听我说 咱那个政府成立以后 县长那肯定是子龙大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 县长 我来 一会儿 没忙没忙 行 牛司令来 可以可以可以 俊兄 俊兄 你识文断字 诗也 这必须也是你啊 对不对 是的 没错吧 没问题 你看 我大哥读的书多 我提一个建议 提一个建议 子龙大哥当县长 没毛病 没毛病 但是副县长和其他职位 要不咱们再等等 对对 再等等 为什么要等 为什么要等他哥 为什么要等 你看啊 咱们不是还得从其他地方拉人吗 咱们把这些职务给他们 这样一来 权力既掌握在咱们手里 又显得咱们有胸怀 对对对 也是啊 俊兄这话说得有道理 也是啊 不愧是独处人 不过 我想问 这县政府有大印吗 这个简单 回头找人客一个 找哪个都行 我都可以 你会不会 这县政府不是随便自封的吗 那大印是随便客的吗 我问你 我们这县政府会哪管 要哪个管 为啥要让人管 我们自己管 自个国以来 上级封下级 一级封一级 你是一个县 不是一个国 要想成立一个政府 总得给我上级册封吧 要不然 随便就是成立一个政府 那还像话吗 咱们 应该是归共产党管吧 对对对 那共产党呢 共产党管 亮个真身吧 证明咱们是正中吧 是 咱正不正中啊 大哥 哥 大哥想事呢 咱们正中吗 应该是吧 共产党哪儿去找共产党啊 是私人家 是什么 哪个是共产党 你们俩赶紧去跟大家说一声 咱们全村的女性 六十岁以下 十四岁以上 把大家伙都叫过来 咱们开个会 可是大家说 这抛头露面 那是老爷们儿的事 这都什么年月了 你赶紧跟他们说 必须得来 快去 你们也别玩了 赶紧回去 把你们娘姐姐都喊来 喊来 喊来 慢点 他有姥姥姥姥姥也叫来 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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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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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 我正叫大家伙来开会呢 你不是说你共产党派来的吗 怎么了 那我们这个新政府都快成立了 你们共产党不得派个领导 过来祝贺一下呀 你应该是要有一个人来的啊 人呢 人我下次跟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一声 不是 你到底有没有领导啊 当然有领导啊 你不会是冒派货啊 你才冒派货呢 那你到这儿之后 怎么从来没看见 跟你领导联系过呢 我怎么联系我需要跟你汇报吗 这是组织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我就问你怎么跟你领导联系 我这为了防马前菊 每个路口都把得死死的 别说你跑出去了 就算是只鸟飞出去 我都清清楚楚 你怎么出去跟领导联系 杜子楼 你是来跟我抬更的是吧 不就想要个人来吗 我给你找个人来不就行了吗 不是找个人 是找个领导来 你答应我了是吧 你答应就是赶紧去 我得给大伙有个交代 我们这个政府是共产党承认的政府 你答应我这也得做到啊 你赶紧走吧 你想见组织 我还想见组织呢 我比你更想见组织 但是我去哪儿找组织啊 组织是那么好找的吗 您好 请问这里是木格庄吗 西宁 芳老师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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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王老师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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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这么长时间您去哪儿了 您知不知道我找几巧得多辛苦 王老师 这两长时间这都发生太多事情了 我太难了 王老师 您出现的真的太及时了 您知道吗 我们成立新政府了 我们成立新政府了 王老师 您能代表共产党 承认我们这个政府对吗 你们成立新政府了 王老师 您怎么在这啊 是组织让您来找我的对吧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忘了我 我就知道 妈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没有白等 王老师 你知道吗 我等你们等了 太过分了 好了好了好了 婷婷 我也很高兴地在这碰到 不过实在对不住了 我是来找慕子龙的 走 我得去找他 好 好 王老师 一会儿 见到慕子龙 您能不能跟他说 您是来找我的 我 我知道 您是来找慕子龙的嘛 但是现在 您看见我了 就变成您来找我 我带您见慕子龙 我们就是换个说法 就是您来找我的 您来找我 我现在带您去见慕子龙 走啊 我们去见慕子龙 好 好 好 小姨啊 靳靳啊 这多长时间不见了呀 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呀 谢谢您的肯定啊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心证苦的呢 您当时不是给我一个小册子吗 领导 你要的领导 就是他派我来领导你工作的 这是你从那个村招来的教书先生 王老师 这位啊 就是慕子龙 我跟这人不想不出话 有什么您跟他说啊 我等你 慕先生 久仰 久仰 您好 您好 我此次前来啊 是有一件及时相求 好 您说 我们挡了一个同志 我说正事呢 我们挡了一个同志被逮捕了 他又被押接到济南去 交给韩富举 我们想麻烦你打救他 谁啊 常人街 快点啊 大队 大队 上去 上去 这个人 是南京通缉已久的重犯 路上一定看好了 慕军长的死说到底 要不是因为保护他 咱们现在兄弟 还亲如一家呢 我就讨厌他那张嘴 路上他要跟你胡说八道 把嘴给我疯着 放心吧 大哥 那我去了 去吧 闻照 多久没见子龙了 多久没见子龙了 你 我看了 你 你 子龙 马迁驹 三个人青铜手足 称兄到底 就像是眼前的事 可现在子龙和马迁驹 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夹在两个哥哥中间 也难为你了 要不是因为你 军长和军长一家也不会死 要不是因为你 我大哥二哥也不会反不成仇 文长 我知道你对我 对我们党有偏见 但我相信你对国家的忠诚 你要知道 关心这个国家命运和前途的 不光有你 还有千百万人 他们上下求索 抛架设议 不怕抛偷炉洒热血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是个有思想的人 不是谁几句话就能骗得了你 你满心自问 国难当头 你们的委员长不让外 却急于暗内 是为什么 我们宽队 什么回事啊 我们宽队 怎么回事啊 三弟 原来无恙了 天空灭亮 把钱包押 二哥 好久不见 谢谢你上次在黄县放我一帮 二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我知道你这次要来干什么 知道就好 今天当我还一个人情 你们可以走 把常人节留下 只要今天我在 我就不可能让你从我手里 把共产党带走 你可被忘了 这个共产党 在中原大战的时候救过你 替你挡过子弹 我没忘 但我现在是个军人 我有我的职责 人一升官 说的话就是不一样啊 听说你升参谋长了 他 我哥这一死 你跟马迁驹两个人 踩着我哥的尸体一路往上爬 我还没来得及 祝贺你们俩 二哥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军长的事情 是和大哥有关系 但嫂子跟孩子 是忘记念 还不够吗 你嫂子就心知肚明 你为什么跟他一路赶到现在 大哥有大哥的迫不得意 军长签不该万不该 他不该容公 大哥签过军长多少次 你不知道我知道 可是军长却一一故行 那他就可以杀了一路提拔他 重用他的人是吗 大哥 大哥真的不知道南京会 楚派艇长这么重 大哥当时只是想 如果任由军长下去 那咱们这支队伍迟早 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而且现在大哥已经知道错了 大哥已经后悔了 可是发生的事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现在唯一能弥补策误的就是 我跟大哥把咱们这支队伍带好 二哥 现在是国家威望之际 日本离烟台就隔了一个海 终日战说不定哪天就开打了 你让我怎么办 我周温钊吃了这么多年的军粮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你难道让我现在离开队伍 你不要再替自己辩解 更不要在我面前替马先驹说半句话 口口声声国家危难 共产党一直在宣传抗日 在现在这个党口 不是各应该集合所有力量来抗日吗 共产党跟你们只是信仰不同 在我看来 愿意为自己信仰牺牲的人 远远比你们这些杀害自己兄弟的人 强上百倍千倍 你 话我说完了 人 我今天必须带走 带人 二哥 别逼我 走 我的手上 可不想沾上自己兄弟的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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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后面弟兄注意节备 走跟上 快点 怎么着 回去如何向俊阳交代啊 你别管了 我会向我打个角的 回 少爷 少爷 弟兄 这么久没见了 怎么在这碰撞你啊 你这怎么回事啊 少爷 我现在 在子龙大哥那边干 你小子现在可以啊 也玩起枪杆子了 俊兄也是走投无路 混口饭吃罢了 俊兄 你在家的事我也听说了 你说你当时就 少爷不要再说了 少爷 当年是 俊兄年少不懂事 伤了老爷太太的心 希望他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也肯定少爷替俊兄带个话 以后有机会 俊兄一定亲自等门道歉 对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你现在能这么想呀 说明你小子长大了 对了 你在我二哥那儿 干得怎么样啊 子龙大哥是看剧雄可怜 所以才收留了我 俊兄你别这么说 我二哥是个好人 我了解他 你跟着他干呀 我放心 但是有些话 我还是想跟你说 你说你从小陪我一起上学 念了这么多年书 别荒废了 有机会啊 还是应该干点别的 是 是 少爷说得对 俊兄都记住了 走一步开一步吧 希望能有个机会 那行 少爷 我得赶快回去了 少爷保重 去吧 来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烟台各地的农村转 沐将军的事我听说了 没帮上忙 抱歉 程大哥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当时我们在南京 脚天天不硬 脚地地不硬 也就你 还出面帮我出主意 都怪我自己 当时啊 没听你的话 要不然 听了也未必有用 好 不想以前的事了 咱们呀 好好想想 怎么走好眼下的路 好 好 张老师 我现在啊 自己拉二支队伍 叫工农革命军 您介绍一下我队伍的人 也是子华 子蓉 子蓉 刘大大 好 见过常先生 大大当时啊 可自己拉了很多人啊 是啊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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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我躲得不舒服 却方便了一下 谢俊雄 张老师姐 张老师 张老师 你好 张老师 俊雄 俊雄可是个读书人 是啊 读书好 有文化 大有各位 大哥 给我讲啊 怎么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哪里 果然是开枪人归啊 俊雄 知道你受苦了 常先生 常先生好久不见 西宁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派我来的呀 王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 是您派他来的吗 我早就猜出来的 他呀 又是个冒牌户 对吧 王老师 早来一路了 给我捉了面子 冒牌户 你叫谁呢 你呀 没有我 为什么你太没良心了 没有我 没有我 你知道什么是新政府吗 没有我 你知道什么是武装革命吗 没有我就是突围 程先生 我要对您准备吃 程先生 你看见吗 我脚肉都打得乱 怎么样 看脚肉都打得乱 看脚肉都打得乱 知道 言读一声 我不说话 来 真有你啊 你把常人节给放了 你把常人节给放了 不 不能 不 不是 程文昭 你越来越能干了 啊 不是 我问你 你一向很公道 你一向很常人节 你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说 老 为什么 你以为我在半路碰上二哥了 慕子龙 慕子龙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条道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那就因为慕子龙出现在那个道上 你就把我们的要饭放虎归山了是吗 大哥我真的没办法 你知道吗 这一年多了 县军长一家的人一直压在我心上 县军长是被他两个兄弟 你不要再跟我说 这一哥 这都是全机门烂骨子了 我当初为什么能这么做 我已经跟你说了 一五一十一清二楚了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现在是军长 大哥是说过 国内时期不希望这些队友落在共产党手里 但是我心里觉得我前军长的 欠二哥的 欠二哥的 那就找你二哥啊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还跟着我干啊 滚啊 你怎么不滚啊 周文财 我问你 来 假如有一天啊 你那个好二哥 把枪就这么架到我脑袋上 把枪就这么架到我脑袋上 你怎么办 我也会替大哥倒在球前面呢 不可能 好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该不该相信你了 大哥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我没有 你没有吗 我没有 在慕子龙的队伍里没有你的人吗 我个人觉得 慕子龙和新宁都积极要求进一步 相互党后了 虽然他们身上还有或者或那的缺点 但是人是忠诚可靠的 所以我建议啊 把慕子龙的队伍 改造成我党的队伍 并加强对他和他这支队伍的领导 同时 把慕国庄这一带 开辟成我党的革命根据地 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我同意 子龙对我有很深的信任 如果组织同意 我就在这儿发展工作 好 回去 我向特会汇报一下 夏文强同志一直在说 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来 他现在正在讲价款活动的 回去过几天 他也可能过来 任杰啊 大娘 任杰 我刚说要去看您的 你来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的 汪老师 我跟大娘说说话 那行 那你跟大娘慢慢聊 大娘 任杰 子虹出事的时候 是你大老远的 跑到我家为我们想办法 你可是我们沐家的大恩人哪 大娘 您别这么说 这次是子龙救了我 子龙是我的恩人 大娘 有件事求你 你看 子虹他死了 我沐家 现在就剩子龙这一条根了 你能不能 别带着他出去 干那些危险的事情啊 您坐下 来慢慢说 走 你答应大娘 好不好 大娘 你说 如果不是被逼的 谁会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 去干危险的事啊 您可能还不知道 子龙从南京回来的时候 还没下船 马前驹 就已经在码头等着他了 如果不是有好人相助 那时候 子龙的命 可能就没了 这马前驹 他真不是个东西 林洁 那你就劝劝子龙 既然这样 咱 咱惹不起 咱躲着他就是了 干吗还跟他死扛啊 躲不了啊 大娘 现在马前驹 几次三番地围剿子龙 追着他漫山遍岩跑 就是要干净杀绝呢 那子龙他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你说马前驹啊 他手里 有子虹留下的几万人嘛 那子龙他才几个人呢 他哪打得过他呀 如果子龙一个人和马前驹对抗 他很危险 可如果千万个人和他一起 这危险 不就大大降低了吗 我想做的 就是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 加入子龙的队伍 让他发展壮大 话是怎么说 哪儿那么容易啊 这什么时候能过过安稳的日子呀 这个人从小是你的陪独 还是你们家供养了他 那他碰见你怎么不跟着你干啊 为什么跟着你二哥干啊 俊英说二哥对他有恩 他留在二哥身边是为了保恩 你二哥对他还有恩 他跟别人都有恩 就他讲得跟我有仇 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穷酷人民利益的成党 自他成立那天起 就立志要推翻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 建立一个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 一切权利归人民的新成果 想要加入这个党 就要学习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纪律 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 当然 还要有一个仪式 你才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人 你们愿意入党吗 我愿意 你不已经失了吗 我也愿意 严守秘密 严守秘密 服从纪律 服从纪律 牺牲个人 牺牲个人 阶级斗争 学习斗争 努力革命 努力革命 勇不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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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誓人 穆子龙 悉宁 子龙同志 欣敬同志 你俩以后也是同志了 握握手吧 是 欣敬同志 老同志 上啊 上 竹 竹 挖住他 来 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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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出 再来 你看这吊子鬼 指甲 整天在那儿擦枪 这也不知道会使喽 这装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调子馆 大嫂哥 这分明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 是啊 不就认识几个破字吗 有什么了不起 二子 歇会儿 徐晏雄 可以 还长脸了 别搭理他 大哥 这给脸不要脸呀这是 大哥 他就一个小连长 就敢跟你的副司令在这儿白活 这 一直在这儿跪叫跪叫 枪给我下来 拿来 拿过来 叫你呢 没听见 我擦枪呢 真没听见 没听见 没听见 看 谁 您都叫他好几声啊 他还说没听见 谁信呢 就是 他分明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 就是 我看呢 就是仗着子龙大哥信任他 你这个不是 我要我大哥 你 说什么大哥 你男生的鸟语你最听不到 大胆 对不起啊 我真是没听见 你叫我啥 大胆也是你叫的 刘自灵 对不起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大家都在那儿练舞 我以前是个读书的 没练过这个 没练过才应该练呢 这 我觉着 现在打仗 练这个没啥用 这口气啊 没用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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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试试 来来来来